卖油郎独占花魁 年少争夸风月, 场中波浪偏多。 有钱无貌亦难合, 有貌无钱不可。 就是有钱有貌, 还须着意揣摩。 知情识趣翘哥哥, 此道谁人赛我。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 是风月机关中搓药之论, 常言道既爱翘,妈爱超。 所以子弟行中有了潘安班茂, 邓通班前, 自然上河下墓, 作得烟花寨内的代王, 鸳鸯会上的主盟。 然虽如此, 还有两个字经, 叫做帮衬。 帮者, 如携之有帮, 衬者, 如衣之有衬。 但凡做小娘的, 有一分所长, 得人衬贴, 就当十分。 若有短处, 趋意替他遮户, 更兼低声下气, 送暖偷寒, 逢其所喜, 避其所惠。 以情夺情, 岂有不爱之理。 这叫做帮衬。 风月场中, 只有会帮衬的最讨便宜, 无貌而有貌, 无钱而有钱。 假如郑元和在悲田院做了企儿, 此时囊窃俱空, 容颜非旧。 李亚先于雪天玉之, 便动了一个侧隐之心, 将秀如包裹, 美食供养, 与他做了夫妻, 这启示爱他之前, 练他织帽, 只为邓元和识趣之情, 善于帮衬, 所以亚先心中舍他不得。 你只看, 亚先病重, 想马板尝汤吃, 郑元和就把五花马杀了, 取尝煮汤奉之, 只这一节上, 亚先如何不念其情。 后来郑元和中了状元, 李亚先封为千国夫人, 莲花烙打出万年册, 碑田苑便坐了白玉楼, 一床紧被遮盖, 风月场中返为美坛, 这是退运黄金诗色, 时来铁野生光。 话说大宋自太祖开机, 太宗四位, 历传真人神者, 共是七代帝王, 都则言武修文, 民安国泰, 到了徽宗道君皇帝, 信任蔡经高求, 杨简诸勉之徒, 大兴愿佑, 专务游乐, 不以朝政为事, 以至万民皆愿, 金鲁长之而起, 把花锦斑一个世界, 弄得七零八落, 直至二帝蒙尘, 高宗尼玛渡江, 偏安异渝, 天下分为南北, 方得休息, 其中数十年, 百姓受了多少苦楚, 正是, 甲马从中立命, 刀枪对立为家, 杀戮如同戏耍, 抢夺便是生涯。 那中单表一人, 乃汴梁城外安乐村居住, 姓深明善, 浑家软世, 夫妻两口, 开个六尘铺, 虽则跳米为生, 一样卖豆茶酒油盐杂货, 无所不备, 家道泼泼得过, 年过四旬, 只生一女, 小名叫做姚琴, 自小生得清秀, 更且资性聪明。 七岁上, 送在村学中读书, 日诵千言, 十岁时, 便能吟诗作父, 藏有一绝, 为人传诵, 诗云。 株莲寂寂寂下金沟, 香鸭沉沉冷化楼, 以枕怕经冤病素, 乔灯偏西, 锐霜头。 到十二岁, 秦奇书画, 无所不通, 若提起女工仪式, 非真走线, 出人一表, 此乃天生灵力, 非交习之所能也。 身善因为自家无子, 要寻个养女婿, 来家靠老, 只因女儿灵巧多能, 难乎其配, 所以求亲者颇多, 都不曾许。 不幸遇了金鲁猖獗, 把汴梁城围困, 四方秦王之师虽多, 宰相主了何意, 不许厮杀, 以致鲁氏欲慎, 打破了京城, 截迁了二帝, 那时城外百姓, 一个个亡魂丧胆, 邪老服幼, 弃家逃命。 却说身善领着魂家阮氏, 和十二岁的女儿, 同一般逃难的, 背着包裹, 截队而走, 茫茫如丧家之犬, 及及如漏网之鱼。 单可单机, 单劳苦, 子行谁是家乡, 教天教地, 教祖宗, 为怨不逢达鲁, 正是, 宁为太平犬, 莫作乱离人。 正行之间, 谁想达子倒不曾遇见, 却逢着一阵败残的官兵, 他看见许多逃难的百姓, 多背得有包裹, 贾义纳喊道, 鸭子来了, 沿路放起一把火来, 此时天色将晚, 吓得百姓落荒乱窜, 你我不相顾, 他就长机抢掠, 若不肯与他, 就杀害了。 这是乱中生乱, 苦上加苦。 据说, 绅士姚琴, 被乱军冲突跌了一跤, 爬起来不见了爹娘, 不敢叫唤, 躲在道旁古墓中过了一夜, 到天明, 出外看时, 但见满目封煞, 死尸横路, 昨日同时避难之人, 都不知所枉, 姚琴思念父母, 痛哭不已, 欲带寻访, 有不认的路径, 只得望难而行, 哭一步挨一步。 约莫走了二里之城, 心上又苦, 腹中又激, 望见土房一所, 想必其中有人, 欲带求起些汤饮, 极致向前, 却是破败的空污, 人口拒逃难去了。 姚琴坐于土墙之下, 哀哀而哭, 自古道, 无巧不成话, 恰好有一人从墙下而过, 那人性不明巧, 正是深善的近邻, 平夕是个游手游食, 不守本分, 惯吃白食, 用白钱的主, 人都称他是捕大郎, 也是被官军冲散了同伙, 今日独自而行, 听得啼哭之声, 慌忙来看, 姚琴自小相认, 今日患难之际, 举目无亲, 见了近邻, 分明见了亲人一般, 急忙收累, 起身相见, 问道, 不大叔, 可曾见我爹妈吗? 不瞧心中暗响, 昨日被官军抢去包裹, 正没盘缠, 天生这碗衣饭, 送来于我, 正是奇祸可居, 便扯个谎道, 你爹你妈许你不见, 好生痛苦, 如今前面去了, 吩咐我道, 躺货见我女儿, 千万带了她来, 送还了我, 许我厚谢, 姚秦虽是聪明, 正当无可奈何之计, 君子可欺以方, 虽全然不移, 随着补桥便走, 正是, 情之不适伴, 适己且相随。 补桥将随身带的干粮, 把歇与他吃了, 吩咐道, 你爹妈连夜走的, 若路上不能相遇, 只要过江道建康府, 方可相会, 一路上同行, 我全把你当女儿, 你全叫我做爹, 不然, 直到我收留迷失子女, 不当稳便。 姚秦虽, 从此, 路路同步, 水路同舟, 爹女相称。 到了建康府, 路上又闻得金物竹四太子, 引兵渡江, 眼见得建康不得安宁, 又闻得康王即位, 已在杭州驻壁, 改名临庵, 随乘船到润州, 过了苏长嘉湖, 直到临庵地面, 暂且饭店中居住。 野窥捕桥, 自汴京至临庵, 三千余里, 带那深瑶秦下来, 身边藏下些散碎银两, 都用尽了, 连身上外盖衣服, 脱下准了殿钱, 只剩的深瑶秦一件活活, 欲行出脱。 方德西湖上, 樱花王九妈家要讨养女, 遂引九妈到殿中, 看货还钱。 九妈见姚秦生的标志, 讲了彩礼五十两。 捕桥对足了银子, 将姚秦送到王家。 原来捕桥有志, 在王九妈前只说, 姚秦是我亲生之女, 不幸到你门户人家, 需是款款的教训, 她自然从顺, 不要兴急。 在姚秦面前又说, 九妈是我至亲, 全时把你记顿她家, 带我从容仿制你爹妈下落, 再来领你。 以此姚秦欣然而去。 可怜绝世聪明女, 堕落烟花网罗中。 王九妈心讨了姚秦, 将她浑身衣服换个新鲜, 藏于屈楼深处, 终日好茶好饭, 去江西她, 好言好语去温暖她。 姚秦既来之, 则安之, 住了几日, 不见捕桥回信, 思量爹妈, 勤着两行猪类, 问九妈道, 捕大叔怎么不来看我? 九妈道, 哪个捕大叔? 姚秦道, 便是引我到你家的那个捕大叔。 九妈道, 他说是你的亲爹。 姚秦道, 他姓补, 我姓申, 虽把便凉逃难, 失散了爹妈, 中途遇见了捕桥, 引到临安, 并捕桥哄他的说话细数一遍。 九妈道, 原来嫩的, 你是个孤身女儿, 五角屑, 我所幸与你说明了吧, 那姓补的把你卖在我家, 得饮五十两去了, 我们是门户人家, 靠着粉头过活, 家中虽有三四个养女, 并没个出色的, 爱你生得齐整, 把你做个亲女儿相待, 待你长成之时, 保你穿好吃好, 一生受用。 姚秦听说, 方知被捕桥所骗, 放声大哭。 九妈劝解, 良久方知。 自此, 九妈将姚秦改作王美, 一家都称为美娘, 教她吹弹歌舞, 舞不尽善。 长成一十四岁, 娇艳非常。 临安城中这些富豪公子, 穆其容貌, 都背着厚礼求见, 也有爱清彪的, 闻得她写作巨高, 求师求自的, 日不离门, 弄出天大的名声出来, 不叫她美娘, 叫她做花魁娘子。 西湖上子弟编出一支桂汁, 担到那花魁娘子的好处。 小娘中, 谁似得王美的标志, 又会写, 又会画, 又会作诗, 吹弹歌舞都于事, 常把西湖比西子, 就是西子比他, 也还不如。 哪个有福的趟着他身, 也情愿一个死。 只因王美有了个圣名, 十四岁上, 就有人来讲书弄。 一来王美不肯, 二来王九妈把女儿 做金子看成, 见她心中不云, 分明奉了一道圣旨, 并不敢为拗。 又过了一年, 王美年方十五, 原来门户中书弄, 也有个规矩, 十三岁太早, 为之试花, 皆因宝而爱财, 不顾痛苦, 那子弟也只薄个虚名, 不得十分畅快取乐。 十四岁为之开花, 此时天鬼已至, 男师女兽, 也算当时了。 到十五, 为之摘花, 在平常人家还算年小, 唯有门户人家, 以为过时。 王美此时未曾疏弄, 西湖上子弟又编出一只取来, 王美儿似木瓜, 空好看, 十五岁还不曾御人汤一汤, 有名无石成何干, 便不是石女, 也是二性子的娘, 若还有个好好的, 修修也, 如何熬得这些石痒? 王九妈听的这些风声, 怕坏了门面, 来劝女儿接客。 王美执意不肯, 说道, 要我会客时, 除非见了亲生爹妈, 他肯做主时, 方才使得。 王九妈心里又恼她, 又舍不得难为她, 挨了好些石。 偶然有个金二元外, 大富之家, 情愿出三百两银子, 疏弄美娘。 九妈得了这组大财, 心生一计, 与金二元外商议。 若要她成就, 除非如此如此, 金二元外议会了。 其日八月十五日, 只说请王美湖上看潮, 请至周中。 三四个帮贤, 据是会中之人。 猜拳行令, 做好做歉, 将美娘灌得烂醉如泥, 浮到王九妈家楼中, 握于床上, 不省人事。 此时天气和暖, 又没几层衣服。 马尔亲手服饰, 拨得她赤条条, 任凭金二元外行事。 美娘梦中绝痛, 行将转来, 已被金二元外耍得够了, 欲带挣扎。 怎奈手足巨软, 由她轻薄了一回, 只待绿暗红飞, 方时雨收云散。 正是, 雨中花蕊方开霸, 净里峨眉不似前。 五古时, 美娘九醒, 一只宝儿用计破了身子, 自连红颜命薄, 遭此强横。 起来截手, 穿了衣服, 自在床边一个扳竹榻上, 朝着李璧睡了, 暗暗垂泪。 金二元外来亲近她时, 被她披头披脸, 抓有几个血痕。 金二元外好生没趣, 挨在天明, 对妈儿说声, 我去也, 妈儿要留她时, 已自出门去了。